临床上实际上胃脂肉没有典型的症状 没有说哪一个症状就是胃脂肉引起的 往往是病人有胃的不舒服 比方说有保障啦 有疼痛啦 或者是烧心啦 反酸啦 不想吃饭啦 等等有一些症状 那么是由于病人有了一些症状 我们去做胃经检查的时候呢 无意中发现 哦 胃底有吸肉 或者说胃痘有吸肉 或者说胃体有各种各样的吸肉 这些呢 都是我们在无意中经过胃经检查呢 所争断出来的 并不是说病人的所有的这些症状 都是由于胃吸肉引起的 也就是说 胃的吸肉 不管它是哪一型的吸肉 都没有特异性的临床表现 不是说这个胃疼或者胃脏 或者说烧心 反酸 食欲不振等等 是由于胃吸肉引起的 它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胃吸肉呢 没有特异性的症状 换句话说 我们把病人的胃吸肉给他治愈了 给他取掉了 病人的症状呢 有些症状会 还会继续有 也就是说病人问我们说 你吸肉治好了 是不是我就不会有这些症状了 那是不一定的 所以说 取掉吸肉 也可能这些症状呢 还会继续存在 不是说 这个取了吸肉 它就不会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不舒服了 所以说呢 胃吸肉 没有什么特异的症状